就散啊 此处有1号和2号两个开关 只有唯一一个正确开关 可以开启本轮的数字门 机会只有一次 电子程序设置了三名工作人员 分别进行真 假 以及随机问答 他们只能通过黄灯或者是蓝灯 来回答是非题 你们有10次提问机会 请谨慎提问之后选择正确开关 好 没听懂 我要再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 它就有两个开关 我们只能选择对的那个开一次 对 那么我们可以问10个问题 来问ABC这三个人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只说真话 有一个人只说假话 一个人随他心情 他们只能通过黄蓝灯 来回答是非题 这是一个逻辑题 对 黄灯就是是对吗 蓝灯就是不是对不对 还不知道 我们先理一下 比如说问他那三个人 1加1是不是等于2 这种也可以 对 这种也可以 但是你万一问到了那个随机的呢 三个都先问一遍 你看什么 我问A 1加1等不等于2 A说1加1等于2 等于 它是好的 我问B A加1等不等于2 它说1加1不等于2 它就是那个假的 我问他1加1等不等于2 它说1加1不等于2 它就是那个随机的 然后我们获得答案只有可能是两个是和一个不是 或者两个不是和一个是 那个不一样的人一定不是随机的那个人 对 它一定不是随机的人 它要么就是说真话的 要么就是说真话的 对对吧 真的把随机的那个人先排除了 这是我们能得出这个 但是不知道那个蓝色或者黄色哪个代表确定哪个代表不确定 对 还有一个办法 第一轮问灯 黄灯是不是 黄灯是正确吗 先把灯弄清楚 我觉得先弄灯会靠谱一点 对不对 因为它只有二选一嘛 对 我觉得是我们要先找到那个说真话或者说假话的人之后 再问灯 不是 我找到说真话的人 我直接问他一号门是不是真的就行为 但是我们要去确认红黄灯 确认哪个灯是正确的才能问一号门 对 我们最好想到一个皮 是能够让黄蓝灯分别是跟非 他是说真话的吗 是不是A是说真话的吗 比如说你是这里面唯一说真话的人吗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照太多未知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其实有赌一把 我们就一直问一号门是真的吗 问十次 我觉得是这样 要不我们先全问一轮一号门是不是对的 我们看灯的变化我们再来抿一下 不行 不可以不可以 进展不下去 还是得想 还是得想清楚 对 从头想完 你才一直在想 不如只有十题 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十题 还是得想清楚 比如说我们第一轮问A是不是随机的人 A说真话的时候不是 我们来演一下好不好 好 比如说你们仨你是说真话 你是说假话 你是随机的 我是随机 请问BB是不是随机的人 是 说真话 不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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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是第一轮 号了三题 现在第二轮 请问BB是不是随机的人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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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两轮的灯没变 就会有 只要是随机的人 太难了 你就要等我那个随机的人 什么时候变 对吧 对 其实就是等那个随机的人 什么 都怪你 都怪你 好 你再问一人 我这会儿变一下 好 荷老师 我知道了 您是这样子的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么问你 你们谁是说真话 谁是说假话 真话假话谁知 好 你是讲真话的那个吗 是 你是讲真话的那个 是 你是讲真话的那个吗 是 漂亮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就漂亮了 我们就知道哪个灯 代表正确了 是 至少有两个灯以上的 那个就是正确的 它就算是它摆动了 它就算它摆动了 它那个灯也是 两个一样的灯 就是代表正确 漂亮 好样的 我们现在就两黄一蓝 或者三黄 我们都知道黄或者蓝 哪个是代表说真话了 漂亮 解决黄蓝灯 黄蓝灯 黄蓝灯哪个是正确的 它带来很棒 你是讲真话的人吗 是 你是讲真话的人吗 是 你是讲真话的人 不是 那他就一个人摆了黄灯 两个蓝灯 那就说明蓝灯是 对啊 说明蓝灯是 就是至少会有两个灯 代表是对的 对的 你知道哪个灯代表 就是 不是 不是 是 给米饭 你想出来的 我以为他挡了你的机会 我以为我挡了你的机会 好 我觉得可以 先问一下